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约定俗成的仪式感 素食看似寡淡 却在恒山人充满智慧的创造下 演绎出有味 有形 有景的别样滋味 曾以为 唯有纷繁能在唇齿间绽放花色 不成想 素中置味 也能在餐桌上演绎出一场千里巡游 生活在南岳山下的人家或许最为幸福 每天推开门 满目都是如诗如带的田园画卷 王友根 是南岳山脚下远近闻名的豆腐手艺人 一大清早 如往常一样 六十岁的王友根 先于这座小城醒来 离王家不到一百米 有一口上海山泉 三十年来 王友根早已习惯了每天清晨来此处取水 当清凉的山泉水在桶中荡起波纹 王友根心中也不禁泛起一丝甘甜 这股纯真的滋味 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难以企及的 水 孕育出了生命的一切 也成为万千美食的源泉 王友根便是靠着这临山的泉水 打磨了一道最为平常 却在当地也最受欢迎的素食原材料 豆腐 这些黄豆是王友根特地挑选的当地土货 这些黄豆是王友根特地挑选的当地土货 这种石墨在他的手中有着不一样的魔力 让山泉水与豆子墨达成了某种默契 在石墨的严格训练下将彼此的滋味相互交融 不一会儿雪白的豆浆便从石墨的另一端鼓鼓流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到上午十二点 网友跟一家全力生产出的最大产量 五十公斤豆腐制品就被抢购一空 豆腐们由此开启了各种各样的奇妙旅程 在这一场豆腐的奇幻旅程中 有一段经历尤为妙不可言 忙着迎接豆子进作坊的 是三代做俘虏的程志林 年轻时 他对妈妈当时颇受欢迎的俘虏手艺不以为然 执意外出跑车 有天深夜 程志林鸡肠碌碌地回到家 找不到剩菜 只好找出母亲做的俘虏 忍不住细腻香辣的诱惑 他吃了满满一大碗饭 当时事业失忆的他和妻子商量 这么好吃的俘虏 为什么不跟母亲学着做做 卖给更多的人呢 副局目前卖一天只能在一顿一顿 大得七十几个卖 在口供一瓶瓶地回来用到我们学生的减买 现在我要口供一瓶效力 请到八个人基本上三十个小胸胎 一个生育 在我们小时还多得富大外力 第一个玩意要再学会卖给卖给复发销 现在这个会发现的几瓶 全部当时的肯定很容易发现 通谈 Adrià 总言 期 AMER 会 triple 或讯会 支持作用 副局 Mem τη 考� selbst 立刻还都要 donat 选项目 立刻它操اؤ 李汐 第三个乙议 或灌入米酒 或灌入茶油 风谈为继 程志林家的梅豆腐 被称作成怪梅豆腐 怪是人们对于美食最为精妙的评价 成怪梅豆腐的怪 就怪在一次发酵不够 竟然还要进行两次 让人不可思议 这次 腐乳被盐 辣椒包裹的同时 还要经受米酒 茶油的进食 腐乳被盐上 肌bat 虫肞 从不凄 连工 蜂�蜜 由于 明镇 虫肠 脐 瘾 蜂蜜 蜂蜜 蜜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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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纯粹的绵密 侠女横空出世 人们给她取了一个侠气的名字 二度梅 无需控制 直接上桌 二度梅 终于以其精心酝酿的 不可思议的极致鲜美 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为南来北往的游人 带去一份专属南越的味觉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片土地所散发的独特灵气 脆嫩充裕的冬瓜们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终有一天会以肉的面貌 呈现于世人面前 让人大呼 不可思议 餐馆的一端 浓浓的肉香味扑鼻而来 而另一边 冬瓜们散落在厨房的一角 厨师流产对于他们之间变换的技法 早已轻车熟路 这个冬瓜做得不可思议 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你没有一定的积蓄的话 做出来的没有肉质的口感 要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外形和肉质香味 需要下足功夫 首先选用本地上好的大冬瓜 瓜皮洗净 然后模仿肉的纹路 在冬瓜表面打上细细的花刀 均匀涂抹十年 放在阳光下晾晒 待十分钟左右滴出一定的水分 再在八层高温的油锅中 打两分钟 要加冬瓜炸成浸肤肉类的枣红色 外层还有一些腐皮状 这样肥肉的质感就出来七八分的相似够了 接下来便是依照扣肉的做法 扣碗定型 填充腌菜 入蒸笼 打扣一个步骤就是勾芡 将锅中剩余的腌材原汁进行勾芡后 这一道让人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便制作完成了 可以了 我还以为是扣肉呢 入蒸笼 他们只是栏м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得不提及旷有名 旷师傅 他把毕生经历都用在了素菜上 从13岁开始 70余年里 他专注研发各种菜式 南岳当年拿下素食之乡的名号 这位素食大家亲自掌勺 更是功不可没 谢谢 你们能不能摸吗 旷师傅逃离满天下 今天他的徒弟彭丽 即将离乡外出打拼 为了感谢师傅多年的培育教导 他准备用学到的素食手艺 为师傅奥上一桌谢师宴 南岳纯素艺 是素食手艺人对自我的至高要求 要呈现出南岳纯素艺的味儿 关键得用菌油 这是由当地极为难得 且有着菌中之王称谕的野生燕鹅菌加工而成的石油 趁着日出 彭丽亲户山林采摘燕鹅菌 只为用最好的仙菌 亨制宿中的滋味 秋风过后 正是燕鹅菌生长最为迅速的时候 在这个时节里 形如散状的浅棕色菌菇 可以长到菜碗大小 肉质也最为肥嫩可口 要做出最为鲜美的菌油 棚里需要与时间赛跑 趁着采摘不久 把还为书长开的燕鹅菌 迅速去蒂 洗净 沥 制作工序复杂 考验的是素食手艺人的耐心 彭丽的纯素燕使用的都是这种燕蛾菌油 它香味独特 与素食的融合也恰到好处 从准备食材到烹制摆盘 需要的都是专注和用心 烧油闪失就要从头再来 罗汉汤是充分调动了菌油原本的特性所表达的美食艺术 面筋搓团 用菌油炸制 取鲜笋 腐竹 香菇切片 过菌油 在水的作用下 菌油持续散发出的天然山珍的香气 尽管都是素食 宴席的讲究同样有主有刺 而今晚的重头则是落在了这道寿比南山 这曾是师父旷有名的招牌菜 如今被彭丽加以改进 成为他最为得意的一道作品 油豆腐 胡萝卜 小南瓜 是这道素食的内核 菌油和高温的炒制 让菌香充分融入其中 取适量盐 十三香 糖 加入到本地独有的红薯粉 加水 搅拌均匀 你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找个小铁与点栏目 我现在就在 这道瘦饼南山 便完成了 彭丽此番的别离 或许也意味着今后的见面更加渺茫 彭丽内心如这桌琳琅的菜肴 五味杂陈 现今南岳的素食从业者 几乎全都是旷有名师父的徒子徒孙 如今 这位衡扬素食圈中的标杆 已至人生目明 他的唯一心愿就是素食得要由懂他的人来传承 这位穷尽毕生献于素食的大师 在晚年的参席之中 终于将南岳素食的星星之火 传递了出去 南岳的终生 日够日复一日地唤醒这座城市的活力 素食手艺人也依旧日复一日地书写着新的素食故事 宿中的智慧不可思议 而这不可思议的根源 便是精妙的手法 传承的记忆 打磨的匠心 坚持的心 这股滋味需要的是用手 用心 更是重心 有人说 衡阳的美食传书 是从一条鱼开始的 凌江而生 择鱼而逝 跃动在水中鲜活的鱼类 是衡阳人美食的灵感之源 经过了千年历练的美食技法 让衡阳人知鱼善悦 于是 用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段 生化出连聚一格的滋味 鲜是这座城市 从鱼中汲取到的意义 也是崇尚美食的衡阳人 探寻出的另一番滋味 恒阳人的一天 从鱼粉开始 清晨 鲜嫩的鱼肉 奶白色的汤汁 浓郁的香气 让这座城市充满了难以抵挡的诱惑 恒阳的鱼粉店 遍布大街小巷 各家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比较独特的 排得上名号的胖子鱼粉 算是其中之一 因为欲罢不能的味道 前来缩粉的时刻 落意不缺 基本每天早上路上 尤其是个点鱼粉 如果每天不探尾鱼粉 就感觉小猪在马适量 一直在外创业的球艺 昨晚才回到衡阳 清晨醒来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胖子鱼粉店 点一碗鱼粉 这是只有在衡阳 才能吃到的地道美食 也是球艺对于家乡 最为深刻的记忆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粉 端了上来 汤汁已经熬成了诱人的奶白色 鱼的胶质融化在汤汁 大块鱼肉在葱花的硬沉下 让人垂涎欲滴 米粉吸收了鱼肉的精华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入口即化的鱼肉 爽滑筋道的米粉 就这样开启了美好的一天 无辣不欢的衡阳人 对于口味的要求极为苛刻 鱼粉没有辣椒作为调料 就要在鲜味上做足文章 为了尽可力地保留鱼的鲜香 所选择的食材 必须是精品中的精品 十几年中 李湘鹏始终坚持 当天的鱼鲜当天做 鱼粉讲究的就是一个審质 和鱼线纱纱纵脑 下过之鱼 例些加任何调味 Boulevard 鱼鲜都要鲜美 形体瘦长 鳞片饱满 色泽鲜亮 视为上品 这些鱼肉质紧实 口感鲜嫩 和所有鱼粉店的老板一样 李湘鹏悉心挑选着 这些品质上乘的鲜鱼 修鱼区的鱼相对而言 口感会差一点 每年丢到八月 鱼在肚子大 鱼腔里满是鱼仔 这样的鱼肉质不紧实 口感也切口疼 这是造就衡阳鱼粉 鲜美绝味的奥秘 草鱼 鲸鱼 鲮鱼 桂鱼 黄骨鱼 这些是李湘鹏的鱼粉店中 最受欢迎的品种 今天选鲸鱼的 老年的话要选五十斤 今天的话也要选个 这些是李湘鹏鱼 先吃差不多了吧 再来一下 而有了好鱼才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工序 其耗食程度 丝毫不逊于 星级酒宴的菜品 鱼粉 汤底最为精华 用猪筒骨和密制调料包 经过一小时的大火猛烧 和三小时的中火细炖 再经过四到五个小时的小火半熬 才能熬出入味 我只能吃了一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很快的大火猛 优优独立到小时的大火猛进去 小时的小时的地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数次的调试以后 也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要么就是出品的颜色达不到 要么就是出品的味道达不到 我们还是正照传统的做法来做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做出一道 更美味的鱼粉 吃鱼粉 首先吃鱼 再吃粉 最后喝汤 这是老衡阳人默认的美食常识 缩粉之后 碗里的浓汤也要喝得一干二净 这才不辜负这碗鱼粉所耗费的功夫 一碗鱼粉 像是融入到横阳人心底的一抹记忆 离乡的人 无论走了多远 品尝过多少种滋味 鱼粉的味道总是难以忘怀 这是无法割舍的乡愁 旁边 捕鱼的忙碌声 此起彼此 编织成这座城市的美妙韵律 依望着湘江的城市 享受着大自然 蜂蜓的困操 初秋 刚刚结束休余期的本地渔民 迎来又一步丰收 鱼儿经历过产子 与疯狂的秘食 此刻最为鲜毁 李开辉打了半辈子鱼 虽然已是不惑之年 却依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 和年轻时的概念 在他的带领下 渔民们在水中有条不紊地行进着 蓝网把鱼群围聚在鱼塘一角 网口逐渐缩小 鱼群的空间被逐步压缩 鱼儿不停地跃出水面 翻打出片片水花 年龙在上 草鱼居中 鲫鱼和鲤鱼在水底 不同的鱼有着不同的分布习惯 遵从自然的规律 是鱼民打捞作业所恪守的准次 鱼苗经过了半年的成长 现在到了收客的时候 李开辉将适合出售的鱼挑选出来 它秉承组会口口相传的规矩 只挑选肥硕适中的鲜鱼 这样的鱼无论如何料理 都会鲜嫩爽滑 口感柔顺 来 来 来来来来 鱼的鲜味之旅由此开始 临山静水的衡阳 形形色色的鱼仙 在人们眼里是再寻常不过的食材 恒阳人另一辟蹊径 让这种寻常在这里鱼味无穷 用新鲜鱼肉制成的鱼丸 是当地颇受欢迎的一种食物 恒阳的鱼丸 是年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 鱼丸的形状做成缩形 样子更像是鱼 当地人称之为园子 讲名声 鱼丸首艺人 经营鱼丸滩已经三十多年 讲家鱼丸的鲜美远近闻名 顾客更迭了几代人 可以说这鱼丸的味道 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的气息 已经鼓吸的讲名声认为鱼丸对于这座城市有着特别的意义 因此他尤为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 只察 familiar有一个天胎 鱼丸的粗鱼丸 教练�们欲集鱼丸 olmak 我的颜色也并 communications 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多年过去了 蒋燕丽的鱼丸生意 做得有模有样 随着食客的口味 越来越挑剔 鱼丸手艺人的制作 也不断升级换代 蒋家的记忆 对于选鱼和调味的要求 尤为苛刻 选鱼讲究的是新鲜 而调味 关注的则是去腥存鲜程度的难 鱼要选择两到三公斤大小 太小或太大都不行 这个鱼肉是有讲究的 太大的鱼 那个鱼肉就太老了一点 鱼太小了 那个鱼肉没有这么紧致 做出来的鱼丸子也没有这么弹 除了葱 姜 这些去腥的调料 还要加上比例适当的肥肉泥 生粉 鸭蛋清 既为提升鲜香 又不过多抢夺鱼的本味 所谓打鱼丸子 就是将材料充分混合均匀 为了将等此大分的混合食材 均匀分配到每一丝鱼丸料中 将用力要下不少功夫 将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处理好的鱼丸料 散发着浓浓的鲜甜 毫无一丝多余的腥臭 而后 它们被搓成不同的形状 以供购买者依据需求选择 最难搞的就是热热鱼丸子的形状 看着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做起来还是很难的 还能靡下来 这也是第一天 或者是我们的 其中间的吟 鱼丸子 哪有 哪有 这 过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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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料不原汤 青春期的黄贡椒 微辣清脆 色泽葱郁 不同于成熟期黄贡椒辣的齿鸡 青贡椒更擅长把辣味 存放到回味的时刻 在升华示范 从而辣味十足 仿佛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用更为简单直接的冲击 迷糊着人味的单一和国度 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风味也尤为强烈 黄贡椒的辛辣感 不停地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让人欲罢不顾 作为横东厨师的秘密武器 黄贡椒不论煮鱼炒鸡 或是其他肉类 都会把普通食材的口感 变得丰富可口 恒东 这个只有六万人口的小城 街头巷尾 遍布着一百八十多家参观 杜牧的名剧 千里阴蹄绿印红 水村山锅 秋其风 俨然成了这里的真实写唱 因为往来时刻的口口相传 路过的游客 都习惯停靠横东 品尝黄贡椒带来的美味 由此 每天从高速路上下来的 巡洞城 多达上百辆 昨天晚上 我跟你说 在深中我就想这个味道 想到这里 今天在这里来吃饭 像今天我们 一下来 下了刀子 我们直接开到这里来 八九月份 经过冲锁 下了 像是 好 让你消过这个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 给他聊到你 经过烈日的曝晒 黄共焦油清变黄 蜡中带甜 口感脆嫩 金黄的色彩 刺激着大脑对辣味的变底 在视觉与味觉的重彩融合下 长成纯正辣妹子的黄共焦 才能成全横东别具一格的辣味 简单的烹饪方式 是对鲜美食材最至上的尊重 横东菜用辣味成熟的黄共焦 与鲜嫩的羊肉搭配 既保留了别具一格的辣 也实现了别具一格的鲜 黄共焦炒羊肉将就的旧意的鲜 成熟金黄的黄共焦 一部自家养殖黑山羊 茶油 米酒 须鲜吐鲜 在火光之间 羊肉充分配合肉油的翻炒变色 再与新鲜的黄共焦磨合 羊肉在黄共焦粗化中 与鲜嫩的茶油 再进行新鲜的碰撞 进行散发着自己的鲜香 辣椒仿佛是湖南人的宿命 黄共焦则是宿命之外的信仰 独特而奇妙 这是一次寻根溯源的辣味之旅 这些根源已经融在了土壤里 传承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 人们总是想把最好的手艺留给后人 以保持特有的味道永不流逝 文彦华 横东土菜的大师级人物 他的弟子几乎遍布衡扬每个知名饭店 厨艺上的成就 得益于孩童时期的文彦华 就对做菜有着浓厚的兴趣 那时候我很小 还没有这个灶台高 要搁不久的时候 我就拿个小板子给你炒 土灶头 铁锅 柴火堆 炉堂里不停跳动的火苗 几乎成了文彦华 对儿时的全部记忆 我做了老许多年 还在陶茶 看着人来问我 看着陶茶 最特别的事情 我认为最特别的就是黄金椒 作为土生土长的 横东土菜手艺人 文彦华 对黄金椒的感情 分红一般 我小时候就是吃这个辣椒 长大的 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辣椒 吃完了以后 把那个籽留下来 就放在地里 把它留成苗 再又蒸辣椒 因为你都是这么下来了 横东县三张镇 文彦华的家乡 也是中国黄金椒第一乡 作为横东最大的黄金椒 种植地 面积达到六千亩 乡江在此处回湾 江水冲击两岸 淤积了富含钙铁铭等元素的 砂质土壤 黄金椒只能在这种土壤中生长 这成为别的地区 无法复制的特产 你看 就是个头腰 上来根据红根椒 只有三张镶的砂质土壤 才能保证黄贡椒皮薄肉厚 颜色鲜亮 带有甜 辣 脆的特点 久远的年代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对美食的追求自然不同 而美食的味道 却不会怠慢任何人 在当今社会 每个人都有了 享用黄贡椒的机会 老黄贡椒 快帮着皮薯吧 啊 给那个辣椒 小什么样子 让那个辣椒 小成果后 听话 一个都赶紧没了鱼 啊 有个这料的你娘啊 这没办法 有货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观看 高温是黄贡胶干湿转换的天然催化剂 肉质肥厚口感好的新鲜黄贡胶 是制作干辣椒的不二之选 在与黄贡胶打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道中 文艳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用古法制作的干黄贡胶 将为明年开启新的美味 这是味道与时间的博弈 也是很多人保留辣味的成果 我销开了干的红根椒 是为了保留汗等差的极致味道 近年来 保鲜手段变得多元多样 铸藏的重要性逐渐被弱化 然而 历经岁月凝炼的风味 依旧千回百转 经久不衰 面对各种食材的混合搭配 黄贡胶一直在转变自己的形态 以最合适的样貌 稳居横东蔡之魂的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建中在十几岁时 拜文艳华为师 学做横东土菜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他已经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土菜师傅 但每次做菜 他仍然不敢怠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这是我们本层头菜的代表作 也是师傅教我做的第一道菜 本来自古三轮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来自古三轮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而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这份辣源自传承 也源自天然 更源自黄共焦的奇美风向 正因如此 恒东人对黄共焦的偏爱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这个白木脚好吃 炒鸡也好吃 炒脆也好吃 这个菜这几个菜必点的 我们每次过来都会点这个菜 然后这个菜比较鲜香辣 辣在舌上 甜在心里面 文艳华传承着烹饪的技艺 谭丘陵守护着恒东味道的秘籍 向天求的菜馆成为归香油籽 和往来时刻的美食地标 不是雕琢的恒东菜 清纯而朴实 浑软而天长 黄共焦勾勒着恒东的美食版图 他炼上这方水土 炼上本土食材 炼上本土技法 在恒东的餐桌上 传唱着炼歌 在烹饪不断演化的进程中 既有着不为人知的坚持 也有着传承人所钟情的乐趣 中国人从食物中获取味觉的感知 更从美食中窥见过往 思考 俗话说 三里不同风 五里不同俗 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的香风民俗 是人们对于集体情感的认同与传承 倘若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用餐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恒阳市北渝的角山镇 原本是一处不齐尔的小镇 近些年 这座小镇渐渐热闹起来 富裕起来的村镇乡民 用香聚表达着他们的喜悦 而这个过程中 隆重的香宴自然不可或缺 王三元 角山镇的一位普通村民 同时他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香宴主厨 衡阳的香宴名曰十大碗 几乎不用参叠作宴的衡阳人 将全部的心意 呈入大大的碗中 对于王三元 香宴的制作方式 古老却有细致 而十大碗中最为讲究的 同时也是王三元最拿手的 当属这道香玉蒸扣肉 食材须以就地而取 这是香艳土味 必不可少的一环 为此 王三元一大清早就来到了田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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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食 designed 稳茜茜 管转 咨词 晨茜 茜茜 掃 帅 sac 那 昨天 正 感谢观看 一声简单的招呼 生死精致的情节 乡亲们之间的客气 从来不拘礼数 但又信约 鉴约 衡阳的香宴十大碗 通常就在这样的 口头之约中摆起来 每到逢年过节 或有红白喜事 大家都要摆一摆香艳 即便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 家里有了好菜好饭 也要忍不住招呼一声 就像是颠覆不破的真理 众人吃饭才更香 这就是十大碗的韧性 而香芋蒸扣肉 是十大碗中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王三元做的扣肉 在当地被称为一绝 绝妙之处在于 清晨挖回来的冰朗玉 还有他精心挑选的五花肉 口感鲜嫩的肉质 口舌生津的肉香 是五花肉的绝佳之处 但肥肉的油腻 却容易令人生艳 去除油腻 是制作香芋蒸扣肉 必须要经过的工序 蒙火将五花肉煮熟 起锅炒糖上色 捞起沥干 炖好的五花肉 晶莹剔透 油温热到七八分 将松烂的五花肉过油 高温热到七八分 高温之下肉皮起皱 炸成虎皮 这时扣肉中的油腻 已经去掉 肥瘦得宜 入口即化 等待着与相遇的汇合 这冰冷鱼是我们的轮夹 蒸起来 有香一点 冰冷鱼切块 入油 炸至外表起壳 锁住里面的香甜粉糯 蚝油 味精 八角 盐 老抽 调制成腌料 搅拌炸好的五花肉和芋头 腌制 香料的味道 在分秒之间 适入五花肉和香芋里 形成奇妙的化学反应 差不多了 与普通扣肉的扣法稍有不同 腌制好的五花肉 切成长条形之后 要和香芋相见拼摆 一层夹着一层 上锅蒸透 出锅后 再把肉扣过来 五花肉的汤汁 充分浸润着香芋 浓香扑鼻 荤素互补 真可以称得上人间美味 这道香芋蒸透肉 是十大碗中固定的一道菜式 它象征着风郁富足 也代表着分享和祝福 上这道菜 往往会伴随着东道主的致辞 这是当地不成文的乡间仪式 各位朋友先生女士们 今天欢迎大家关联哈 好 欢迎大家 好 欢迎大家 古人称赞 玉枝如房 粉且柔 饮餐远盛 烂羊头 香芋蒸透肉 民间的智慧 让粗犷转化成细腻 也实实在在满足了人们的口舌之欲 王三元做的香芋蒸透肉 是席上的宠儿 也是香煎十大碗的精髓 香气们最注重的就是实在 人们用筷子表达对他的喜爱与重视 不一会儿满满一碗香芋扣肉 便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实在是一种真诚 也是一种信任 灵里间的情感 有时候可以超越血缘亲情 俗话说 远亲不如禁灵 而禁灵又不如对门 香焰就是在这样的交互之间 模糊了门户的界限 融会着和谐共处的生存之道 恒阳的酒宴继承了碗菜的精髓 粗犷厚实的大碗被打磨精致后 伴随着城市的精巧繁华 展示出了全新的姿态 菜市上原本的十大碗 也缩减成了八大碗 销路入行十多年 掌勺过大大小小数千厂酒宴 今天他照例为客人制作八大碗 作为城中酒宴的重头戏 八大碗有各具特色的本土食材 自由搭配而成 菜市琳琅 荤素交错 其中 分量最重 也最有说法的 当属这道头碗 恒阳城里的宴席有无头碗不成席之说 这是先辈留下的规矩 也是每一个掌勺师傅所恪守的信条 所谓头碗就是八大碗中的第一道菜 销路今天要做的头碗 有名玉林香妖 传说 这道菜是衡阳人士彭玉林 当上清代香菌水师提督后 回乡宴请父老乡亲的第一道菜 当时 虽然是衣锦还香 但一时紧急 找不到体面的食材 于是 彭玉林就把家中的各色食材 在碗中层层堆叠起来 堆得像小山一样 制作成了一道菜 繁复而有序 玉林香妖的制作 必须耐心又精细 首先将红枣洗净 铺在锅底 寓意红红活活 红薯切丁 与水果粒 桂花糖 陈皮搅拌 加入生粉 糯米粉 揉成丸子 入油锅 炸成锅烧丸 至于第三层 将腌制后炸成的黄雀肉 放到第四层 鸡蛋打散蒸熟后 切成菱形蛋片 此时已入五层 衡阳粉地手工 缩形鱼丸 是第六层的主打 而后便进入最后的第七层 浇上爆炒的鸡杂或腰花 七种食材在大碗中层层堆砌 沉甸的份量令人叹为观止 入锅蒸两个小时 代表衡阳艳客之道的头碗菜 玉林香腰便大功告成 玉林香腰可谓集各种食材和烹饪手法于一身 如若烹制功夫不到家 根本无法驾驭 多样的调味 繁复的制作工序 蒸 煮 炸 炒 须样样精通 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份心意 萧璐将自己迎接远方来客的盛情 毫无保留地诸如这一道菜 分量充足 造型精致 色彩艳丽 咸甜鲜香 味觉丰富 口感更是层出不穷 随着头碗菜玉林香腰的隆重登产 今晚丰盛的八大碗正式开席 现在上这个菜是我们担了一个有特色的 人名的一个大菜叫土桃碗 一般有非常中规的客人朋友过来的时候 就上这个大菜 来 真不 这个一定好好 好 再担一下 恒阳的八大碗色香俱全滋味多变 既可在乡间席地而适 也可以在城里登堂入室 深藏在背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好客之道 好 好 您您您您 谢谢 您您您 工愁交错之间 续旧情 讲未来 谈生意 聊故事 互通有无 毫无保留的奉献与分享 又带着一丝小小的张扬 这既为主人家的豪爽 争得面子 也让客人饱餐享受 乐在其中 来 新年轮 大家开心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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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了吧 干 宴席 融入了衡阳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便在寻常百姓家中 也总有些必设宴席的讲究 似乎是骨子里 有着对传统礼仪的依循 寿宴 成为衡阳人设习的头等大宴 宋客香 当地小有名气的家宴师傅 一大早 他就接到了订餐电话 要他做一道 要他做一道荷香牛肋骨 这道菜 是他家演菜谱中的拿手绝活 也是萧启隆老人的最爱 这位七十岁的老寿性 这位七十岁的黄牛吃的不仅仅是青草 每天还要给他喂食精心配置的饲料和山泉水 放木散养的牛 铲出的肉才质地紧实 肉香浓郁 新鲜的荷叶 须当即采摘 量干存储 这散发着阵阵香细的荷叶 同时也有解热 清暑 沥湿等功效 水 三 三 一 一 一 三 二 一 你 二 二 二 Brand 二 硕大的荷叶变成了包裹食材的绝佳容器 用它包裹牛肋骨 上锅蒸制15分钟 荷叶的香气充分渗入牛肋骨 荷叶的牛切的是甜甜无草 果 гру是一杯麵下的精髓 所以入肌酸濃 裹笠的牛肇 加强活力的冲 mujeres 最喜欢老年的兽人艺末 牛肉与荷叶的结恒 产生了奇妙的反应 味道浓郁 却又透着清爽 妙不可言 老兽型的家宴 遵从老人节俭的家训 不铺张浪费 却又充满敬意 有着家庭的温暖 也有着最温馨的礼仪 河湘牛肋骨 是这次寿宴的核心 只有老人先冻筷子 大家才能品尝 这是传承已久的规矩 牛肉有着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含量远远低于猪肉 荷叶清润去火 恰好与牛肉造补 相辅相成 而其清香 却又更好地称出牛肉滋味 可谓是绝佳搭配 大家好 今天是我爷爷七十岁代秀 举我爷爷手臂南山 五入东海 来 来 真是开了 欢迎大家来我的屋里下班 举大家恰好和好 在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 很多人已经简化了对情感的表达 但饮水思源之情 尊老爱幼之风 仍代代相传 历久迷心 简单的仪式 包含着隆重的敬意 与无限的祝福 在衡阳过整岁的生日 称之过大生 而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 家人都要给老人 做一碗长寿面 以示祝贺 俗称暖寿 长寿面 重鲜而不重辣 用木耳 鱼丸等熬制的卤汁 浇在上面 清淡 健康 寓意长久 祝福长寿的面条 人们仍旧要等老寿星 吃下第一碗之后 才冻筷子 流转于这座城市 各处的大小宴席 横阳所崇尚的碗 包含着人们心中 浓浓的人情味 无论是十大碗 还是长寿宴 都在一菜一世间 张扬着人们 关于幸福的仪式感 从粗陋到精细 心中的欢喜 成为奇妙的转化器 从随意到讲究 横阳宴席最注重的 不是精致的摆盘 和复杂的做法 而是浓浓的诚意 随意是无拘无束的姿态 讲究却是原汁原味的初心 能坐在一起 用碗连接味蕾 用美食传递信息 用香去 清晨 平安村的炸油房里 热火朝鲜 游家们一声声 铿锵有力的耗子 并喝着壮虫 敲打木蜥子的节奏 仿佛在演奏一支 幻醒村庄的交响曲 今天是村里炸油房 一年一度开炸的日子 村民们 你一淡我一淡地 挑着自家的油茶子 赶了过来 等待着炸出新油 未来一年 家中全部的食用油 都来源于此 油茶 这一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 在衡阳有着长达两千三百多年 的种植历史 用它的树子炸出来的茶油 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那是衡阳人的最爱 好香哦 好香哦 千百年来 衡阳人习惯了用茶油 烹制菜肴 一道道衡阳美食 油然而生 成了衡阳人的情之根 味之源 四十八岁的周仪武 十六岁开始跟随祖父炸茶油 这门手艺传到他这里 以为他一天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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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房间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您的支持 各位 第一个 各位 请 请 地 请 请 感谢观看 烘干的茶籽被磨碎凶蒸 制成批饼送入炸糖 制成批饼 之后 在一声声铿枪有力的耗子声下 撞锤敲打木蝎子 木蝎子挤压批饼 清香明亮的茶油便从油口慢慢渗出 流淌在衡养百姓的生活里 提着刚榨好的茶油往家赶的 是五十五岁的熊小英 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做菜能手 如果哪家要摆个宴席做些好菜 一定会请他做大厨 而他的拿手绝活不是什么大鱼大肉 而是一盘用茶油拌制的雷辣椒 熊小英的儿子已在城里安家立印 但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 回家探望父母 今天熊小英为他们准备的 还是百吃不厌的茶油雷辣椒 那是他在城里时常会想念的妈妈的味道 我自己烹个菜自己整个 自己吃肥 自己倒水好茶行 我这台门前吃不到 他门前添的菜没得我烹的菜更好茶 咱们在这边 走 走 走 现在就下载了 走 烧辣椒是制作茶油雷辣椒的第一步 小院里熊小英熟练地做着准备工作 一把火钳 一支煤炉 一段等待的时光 用煤炉来烧制辣椒 用食较长 时间能够准备工作 一天较慢 缺少耐心的人 早已经用燃气来代替 但煤炉火烧出的辣椒会更加焦香 熊小英坚持使用这种方法 三十年不变 然后第一次烤炉火烧 放个方法 放个方法 全部的烤腹 那是烤出来的方法 去烹香 包去焦脆的外衣 露出鲜脆的内里 辣椒去地 逐个儿撕开 放入已经加入了蒜棒 姜末的那一锅 再依次加盐 齿油 一起均匀雷速 接下来就是隆重请出茶油的时候了 茶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 极为利于健康 与其他食用油不同的是 它可以生吃 拌凉菜最合适不过 金黄的茶油浸透了软嫩的辣椒 保持着爽滑的口感 吃起来香而不腻 这种奇特的香味 得益于烧辣椒的特殊制法 更有茶油不可取代的功劳 干嘛的 干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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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茶油是大自然馈赠给衡阳人最好的礼物 也是至今衡阳人最引以为傲的味道 懂得茶油 洗食茶油的衡阳人 在一场场煎炒炸煮中 彰显了他们食用茶油的智慧 也将衡阳人对于美食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傍晚 杨平的饭店里高棚满足 生意兴隆 蜂拥而来的食客们 沉浸在茶油炒土鸡带来的鲜美醇香之中 这又是茶油赋予的另一种美妙滋味 我才能吃的动作做得还是感觉 这家的鸡最好吃的口感很好 醇香 茶油炒土鸡是衡阳的一道传统名菜 也是杨平这家饭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 杨平今年三十九岁 是土生土长的衡阳鸭子 在厨师江湖里闯荡了二十多年之后 他凭借着茶油炒土鸡 为自己赢得了衡阳十大名厨的称号 我们河南炒鸡基本上都是茶油 因为茶油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在炒鸡的时候可以起到屈心提香的作用 本鸡炒出来更加的香气浓郁 吃到嘴里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在衡阳 茶油炒土鸡的做法大同小异 但要把这道名菜做好 上好的茶油绝对是至胜的法宝 恒阳人读信 只有茶油才能激发出土鸡最好的味道 甚至有人打趣说 是茶油炒土鸡这道菜 让茶油找到了他最默契的拍档 杨平制作的茶油炒土鸡 杨平制作的茶油炒土鸡 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讲究 即便对鸡块的刀工 他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全都到八个月的土鸡 因为这样的土鸡做出来的海草鸡 是不材不浪 刚刚好 每一块鸡都一样大小 鸡肉包着骨头 这样菜也还没弯 让骨骼吃起来不会扎着口 锅中倒入茶油 油温烧至八成 下入姜片爆香 再煸炒鸡块 在鸡块的水分全部吸出时 杨平倒入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当地的围曲酒用来增添风味 之后一次性放入蒜 辣椒 蚝油 八角粉等配料 不停翻炒 火要均匀 翻炒要齐 才能让茶油与鸡肉的味道 最大限度地融合 茶油炒土鸡的唇香鲜韧 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 星辰了 这是我们这里的名菜 炸油炒土鸡的菜 大家尝一下 尝一下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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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因为茶油炒土鸡 带来了品牌效应 已在衡阳拥有三家饭店的洋品 又在紧张筹备着它的第四家饭店 与之前三家不同的是 这家饭店专做茶油炒土鸡 新店开业在即 为保品质 寻找到优质的茶油货源 成了洋品手头最紧要的任务 在咱们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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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好的它有种焦谱的味道 尽管农家的茶油品质不错 但区区几十斤的储备量 满足不了洋品的饭店所需 这意味着它还得继续为了茶油四处奔走 但值得庆幸的是 越来越多像洋品一样的新一代厨师 在继承了衡阳菜的传统手艺之后 愿意努力将它发扬光大 茶油炒土鸡这样的传统衡阳菜 也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茶油也在新的生机中 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在衡阳有一种难忘的中秋味道 苏伯玉 这是一道有着一百四十多年生产历史的糕点 酥软可口 深受人喜爱 苏伯玉 起酥起皮的秘密 在于和面时加入的猪油 但这种传统的做法 让曾经的苏伯玉口感 酥软度有限 保存时间短 今天 善用茶油的衡阳人 学会了用茶油替代猪油 让苏伯玉产生了新的变化 梁军 衡阳军陵食品厂的掌门人 从小跟随师傅们学习手艺 制作苏伯玉已有二十多年 此刻 他正忙着把刚刚感制好的茶油苏伯玉 送往各个门店 今年 由他研发的这款茶油苏伯玉 因其更加酥软 油香富裕 受到了恒娘人的追捧 销量节节攀升 梁军的这家食品厂 每天都要做出上千斤的茶油苏伯玉 才能满足需求 苏伯玉都讲究传统奶油和猪法 纯手工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 制作茶油苏伯玉的独门技艺 花费了梁军大量的心血 光是怎么让茶油面皮起酥 就试验了上百次后才得以成功 猪油是很容易起酥的 但是这个茶油是有难度的 将衡阳粉地上好的茶油与面粉 充分搅拌融合 让茶油与面粉产生奇妙的反应 静止半个小时后 苏伯玉的面皮就形成了 将同样用茶油揉制而成的油酥 包入面皮内紧紧裹住 再用特制的棒锤将面团里的气泡赶走 这是确保苏伯玉 面皮薄而脆的关键环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模具 压制成型 最后将炒熟的芝麻 在大竹波及里均匀铺开 把压制定型的苏伯玉一个个摊在芝麻上 在波及里不断地抖动 芝麻均匀地沾到每个月面上 芝麻均匀地沙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放进接近三百度的烤箱里 开始烘烤 十分钟后 表面金黄 形似圆月 散发着淡淡茶油香气的苏伯玉 新鲜出炉 做好的茶油苏伯玉 金黄酥脆 闻起来清香扑鼻 咬起来酥的吊渣 瓶起来甜而不腻 这份香甜也如茶油一般 流淌到了恒阳人的记忆里 回味中 今后我们将以恒阳的特色茶油 创造更多的美食 让茶油食品成为恒阳的一张新鲜天 茶油苏伯玉 将恒阳人最喜爱的两种食欲相结合 给人们带来更丰富 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 也为恒阳的茶油 赋予了新的美食使命 玉油而美 是恒阳人两千三百年来不变的蔚来信仰 茶油为他们的饮食注入了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寻常的食材 在茶油的浸润中发生了奇妙的反应 像是食物的魔法 开启了神奇的旅程 它与凉菜搭配 清爽可口 与肉类结合 去腥提香 融入糕点 酥软纯粹 从味蕾到新甜 茶油世世代代滋养着恒阳人 也成就了恒阳美食的千丝百味